凤凰台风虽然还没有登陆 但是气象局已经对台东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富岗渔港沿岸已经掀起了长浪 渔民都很担心自己的身材工具会被破坏 留在渔港不肯离开 而现场最新情况也先给记者蒋玉琪 玉琪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目前来到的是台东富岗渔港的沿岸 透过画面呢 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浪呢 是不断一波一波的打上来 而且呢最高的浪是一度超过了两公尺以上 目前呢现在的天气状况呢 您可以感受到这个雨呢 其实是不断的降下这个大雨 而且呢这个风势 虽然还没有感受到明显的风势 不过呢台东气象价预估了 一旦这个凤凰台风进入本岛之后呢 这个风势最强可能会来到九到十级 那目前呢我们走进渔港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渔港里面 这个渔船呢 其实都已经用缆绳都已经绑住了 我们先来听听渔民怎么说 怕浪大那个船的后面 撞到这个固体啊 上岸来我晚上都不敢睡觉啊 根据台东新政府的规定 今天六点之前呢 台东跟绿岛蓝宇的部分都是整天上班上课的 而目前呢再次提醒您 在台东往返绿岛跟蓝宇的船只 目前呢也都是全面停驶的状况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换给Pony主播